如果你是台湾人,是第一次来大陆,感受最深刻的一定是机场落地之后出来的瞬间,拿好行李出机场,或乘坐地铁,出租,公交,再或者打车前都会发现, 我去了,周围建筑物的边边角角,或者独立的柱子上,再或者可以悬挂东西的横梁上,到处是摄像头,可能不经意今天头顶上就有好几个摄像头对着你,当然不一定是拍你的,但你在监控中绝对是一个透明人,因为摄像头的种类,功能,以及密集程度,你绝对是想象不到的,要多多有多多, 因为机场,地铁站,以及公交站,出租车乘坐点等,几乎是无死角的全覆盖,这是常态,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不满监控的生活,因为你不习惯也没有用,由不得你,台湾人来了会感觉有一些不安和讨厌,更有爱心者,多了一些安慰和同情, 再者,当从你下了飞机开始,出机场的过程中,一直到自己所要去的目的地,倘若是公共交通,你就会感受到周围的人嘈杂,大家也不是故意大声说话,而是一种习惯, 一般地方越发达,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就会越少,可是,在大陆,无论是发达与否,完全不成立,特别是你要遇见一个打电话的,他会很大声, 喂,干啥,我在车上呢,声音贼大的回复对方,有时候还能听到电话里对方大声说话的声音,这种感觉很不好,但没有办法, 中国的教育只有这么一条,公共场合,要注意小声说话,不要影响他人,不好意思,学生阶段遵守,长大工作了就全忘了,因为你周围全是乱的, 小声说话根本也听不见,所以不由自主的就嗓门提高了,有可能有一些人没忘,但执行的人少了,你同样有可能被同化, 就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让座一样,在台湾让座位,给需要的人是一种美德,在大陆也是一种美德, 但很多人就是不让,即使知道也不让,凭什么呀,我才不会让座呢, 假如您要是开会的话,开会前不会看到安静的场面,都是聊天聊得很嗨, 如果您是老板会感觉,怎么这些人都这么兴奋呢?但一开会就会发现, 没几个人是真正听的,看手机的看手机,走神的走神,也就是完全没有一种默契或者高素养的体现和感觉, 除非你发火,说几句威胁一下才会管用,管那么几分钟,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如果您是学生来大陆,或者旅游者托家带口来玩的,很遗憾,所有的旅游景点,人买为患,人是真的多,乌鸦鸦的,全是黑头发的。 商场里也一样,吃饭基本都要等候,所以很不方便,你还会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在大陆很多地方,如果需要排队参加一个项目旅游的话,会有很多栅栏强制排队,我们这里叫做栏杆, 甚至有时候我们买杯奶茶,都还要用栏杆固定好,必须排队,因为栏杆夹着的区域,只能允许占一人, 这些东西在台湾很少见,就其原因就是素质问题,我们遵循先到先得,但总有很多人厚到先得, 你要是呵斥教育他吧,肯定要闹出事情来,说你多管闲事,他不愿意排队,还跟你斗嘴, 你出来玩图个开心,最后搞得自己还一爆气,确实挺不值的,我们总把这些归为人多, 像台湾2300多万人口,大陆十几亿,没办法呀,他们美其名曰,教育根本就教育不过来, 不好意思,小猪感觉这些全是借口,根本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是强者习惯了掠夺别人的优先权利, 强者会想,我在我的部门或我的家里都是一把手,从来不需要看别人脸色,为何我买杯奶茶还要遵守先到先得呢? 注意,奶茶要加引号,直接给我拿过来吧,我后来的也要先得,因为我配得上 这么说,大家就明白了,为何大陆不分掌权的人素质都不咋低,不是普通人不行, 普通人很有礼貌很客气,就是一些习惯了的强势人群会随意改变规则, 导致社会只能不断采取各种手段强制性排队,强制性遵守规则,结局可想而知,永远不可能有进步, 这跟中国禁止枪支是一个道理,假如每个人都有枪,强者就不敢欺负弱者,弱者也不敢胡作非为。 其他方面,台湾人拿着护照来到大陆,住酒店可能感觉没啥意思,挺愉快的呀, 但是要做好接到电话询问的准备,因为中国所有的酒店都是实名登记的, 跟公安是联网的,也都要备案,如果您是台湾人,是有可能接到询问电话的,这一点大家要知晓。 再者,你如果在大陆出行的话,打车多半是网络下单,像滴滴啊,T3打车啊, 计程车实际上是没有站点的,除了车站,机场,有一些之外, 当汽车行驶在大陆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机动车,飞机动车都是乱开的, 都急匆匆的,不知道干嘛去,节奏是相当快。 台湾也有很多机车,但基本都比较遵守规则, 很少有中国城市里的电动车行驶的那么混乱, 也就是外面的观感实在不太适应。 当然了,送外卖的,特别是美团小哥跑腿的电动车基本都是飞起来的,相当吓人。 其实,大陆的交通给台湾人的感觉还是非常立体的, 但好像都没有什么人性化的关怀和设计, 总之就是粗放行的发展吧。 在大陆,大家基本上能不开车就不开车, 因为市中心停车太麻烦,还是没有机车方便, 无论男女都喜欢便捷出行或者绿色出行, 因为很多地方对机车都比较友好, 停车位很多,也很方便,都很规范, 这可能跟人家对机车的包容有关系, 而我们则就不同了, 电动车乱停,根本找不到停车场, 全部就近停靠, 所以你无论在哪个城市, 看到电动车乱停乱放现象, 也大差不差。 饮食方面可能是所有大陆的台湾人最不适应的地方, 因为毕竟吃谁也离不开。 中国八大菜系,看着更系统, 但你永远感觉不出来到底哪种更好, 哪种更地道, 所以去饭店吃饭, 你不一定知道这一家的菜到底做得行不行, 也没有什么认定标准, 最主要的是美食的口味差太多了, 台湾无论是美食环境, 还是饮食习惯都比较惬意, 食材也相对比较安全, 所以差距就在服务的质量和是否货真价实方面, 我想这就是一些基本的感受吧,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补充, 期待您的分享。 好了,我是小周,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